大家好,在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 使菌子兰最容易引起软腐病的发生 尤其是我们给它施肥,使用了一些生肥 为经过发酵腐术好的有机肥 温度有25到30度左右 那么这个病害是最容易发生的 特别是菌子兰液肌部上面这里 存在有一些虫害 比如芥芽虫还有芽虫等等的这些虫害 叶叶间或者是叶片上刺续菌子兰置身部位的伤口 更容易允许软腐病的发生 因为当它吸取了肌部的这些滋液会存在有一些伤口 就会续菌感染 那么就容易发生这种病害 预防软腐病的话 首先就是给它进行杀菌 我们不仅要在这个盆土里面进行杀菌 叶面上也要给它进行杀菌 像我这些菌子兰就是15天给它使用一次这种二枚磷杀菌药 它是一种针对性的 针对根腐病或者是软腐病枯萎病等等的这些病害 准备500毫升的清水 然后再给它滴上10滴 一次性给它浇透 或者也可以用这个水来喷洒页面都可以 当我们在这个根部使用了两次这种二枚磷之后 也要给它交替使用这种多菌磷 这种多菌磷它是内西型的 又是广浦的杀菌药 我们给它交替使用就能取到最佳的效果 好了就这些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们要如何防治软腐病的发生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